這個拿到終繼點了 因為他們退場的時候 還是保持著領先 而且也有解決兩個人次 那鋼雷是救援失敗 我們進入第一個球用變化球 投過來 正打紅前面四次打擊 三次上壘 兩個寶鬆一隻內眼打 楊建福呢在 今年球季是第一次滲頭飛掉 他過去 六連敗啊 真的是分數落後的時候退場 自己敗 這個球賽 方向左野 方向深遠的飛球 球路 立心 全打安打 球路滾到了全打 長腳下 正打紅 上到二壘 這是一隻長打 二壘安打 換了頭手之後 王建立被正打紅 超出了長打 哇 這隻安打是這場比賽 新龍牛隊的 第一隻的長打 前面五隻安打 都是短前的一壘安打 而且球數已經取得領先了 對 而且 感覺上他並沒有很出力的要打這個球 只是感覺上順勢推出去而已啊 嗯 而且像王建立投的這一種 算是這種掉球的這種球路 要不然就要再高一點 要不然 就是 整個 就是要再往外一點 如果說剛好投在 好球稍微高一點 打擊者只要 好球 我會不會再到